我想中建材,当然板块来说 其实今年都是看得比较乐观,水泥湖 所以你记得其实年初至今整个水泥板块都不差的 都是反复的去上升 当然中建材未必是我自己的首选 但是中建材的走势其实也是不坏 那我想其实那个看法上都是一样 我想顺着走势 因为其实近期这样反复升完 当然可能去到这些位 好像过去这个礼拜 曾经都由高位大约11个半 在门楼上开始小小调整,整股回来 大概10个8,10个9这些位附近 始终都领悉了一定的升幅 但是都是维持大仗小回 甚至乎我觉得以反向下 比较短期的去看 真是条20天线 10个7这些位没说真的明显跌穿 也都一样 没说破坏上升格局的话 其实有货的不妨继续续续